淡水邓宫国小从民国78年建校以来 学校内的公用厕所一直都没有更新过 市议员正代立香就争取到了1000多万元的经费 共分成两期进行校内厕所的整修工程 而第一期在105年完工 今年第二期的部分也已经做好 一块去看看 淡水邓宫国小从民国78年建校以来 学校内的公共厕所一直都没有更新过 由学校向市议员正代立香来陈勤 争取到了1000多万元的经费 共分成两期进行校内厕所的整修工程 而第一期在105年完工 将14间的厕所整修完成 而今年第二期的16间也已经完工 学校更感谢市议员的帮忙 让学生有新的厕所可以使用 淡水邓宫国小一直三十几年的年龄 所以厕所方面小朋友上厕所都有味道 那我也亲自来查看一下 也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建议 然后配合我的配合款 来做个整修 那目前已经有三十间 分做两个梯次 第一梯次第二梯次都完成了 希望能够让我们小朋友的心情更好 因为那个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 厕所是不可缺的 那相信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议员表示 学校共使用了三十多年的校舍 厕所过去都没有进行整理 而且修散的难度很高 因此议员更争取了经费 分成两期来将整个学校的校舍 包括了群英楼 勤学楼还有集思楼 共将近三十间的男女公厕进行整修 而校长还有学校的学童 更带来精彩的表演 感谢议员过去的帮助 让厕所焕然一新 那议员也这一次到学校来 也同时也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那并且还要再看哪个地方还要再修的 看得比我们都还仔细哦 我们有这么一这样的关系学校的议员 真的觉得登工很幸福 那当然学校还有部分 也需要继续的把它完成 包括纱窗的问题啊 还有小朋友的鼓队也需要增添一些他们必须的一个用品哦 那我看到我们登工国小小朋友的音乐采访非常非常的优质哦 那刚刚有看到他们的音乐的表演啊等等的一个表演哦 我相信尽我所能能够来协助我们登工国小 所有所有的各项需要维修整修 需要增涉的 校方表示过去学校公厕 不论是照明还是漏水问题 管线等修缮都是一大工程 而在透过这一次的改善过后 将污水管线以不同的颜色区分 还有地板洗手台都是方便清洁的设计 让往后不只是有新的厕所可以使用 还能够方便维护 而是议员更询问了学校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需要经费来改善 就是希望带给学童一个安全干净的学习场所 记者许多安逸 再继续上网报道